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三种我自己使用过的户外炉具 第一种呢是这种小型的一体式炉头 第二种呢是这个大家伙 就是我们家庭常用或者在火锅店烤肉店常用的这种普通式卡式炉 第三种呢是这个 这个是我最近刚刚买的Snowpeak雪峰的折叠式卡式炉 那下面呢我会分别介绍一下这三种炉具的使用方法 它们各自的优缺点 以及比较一下它们的使用场景及性价比 希望能够对大家选购户外炉具有所帮助 OK 那我们开始吧 首先第一种是这种一体式的小型炉头 那我刚刚已经把它插到了这个器官上 配合它使用的呢就需要这种扁形的器官 它自己本身大概就只有上半部分这么大 非常的小也非常的轻 把这个小炉头收纳起来呢可以放到这么一个小的盒子里 它的使用场景 它最常用的使用场景就是徒步露营 backpacking以及其他的这种徒步活动 就是把它收纳起来放到背包里呢 它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小你背包的重量 然后节省背包的体积 下面我来演示一下它怎么用 我已经把它插到了这个器罐上 那它打火也非常简单 它是电子打火的就是需要你按到这个红色的按钮 然后去调整这个气阀这个开关就可以了 OK 我们来试一下 OK 我们现在就已经把火打开了 我不知道这个后面光比较亮 不知道在镜头里能不能看到啊 它现在火已经打开了 那我们先把它关上 使用这种炉具呢 它的锅具也要非常的小 因为它自己本身很小 如果你去使用一个很大的锅 它肯定就不稳定 那配合它使用的锅具 大概你需要用到一个 这么小的一个小锅具吧 这个是一个MSR的一个烧水壶 那通常呢 我们把这个水倒到这个水壶里 然后放到这个小炉头上 这个水就可以烧开了 这里呢 就跟大家说一下 它的一个缺点就是 它只能使用这种 体积很小的这种锅具 因为它如果一旦大的话 它的稳定性就会很差很容易倒 那还有一个缺点就是 因为它本身就很小嘛 所以它的防风性不那么强 如果是大家在户外遇到大风天气 可能还需要配合挡风板进行使用 它的价格大概从十几美金到40美金不等 我这款是在市场上随便找的 它大概就15美金左右 如果大家买到比较好的品牌 像SMR或者是Snowpeak雪峰 都有这种类似的小型炉头 比较好的它的价格大概在45美 45美金左右 OK这就是我要介绍的第一种炉具 下面要说的是第二种 这种炉具呢非常常见 大家在火锅店烤肉店都能见到 这是一个普通的卡式炉 它的使用方法也很简单 它需要用到呢是这种长瓶的器官 这个是我前两天吃火锅用 其实已经用掉一半了 我们来演示一下它怎么使用 它的方法也非常简单 就是把它装到这个炉子里 然后我前面有一个按钮就是把它把它锁上 然后装好这个器官之后 我们再给它打火就可以了 OK现在这个火已经打着了 好我们先把它关掉啊 安全起见 那配合这个炉子使用的锅具就很丰富了 大家可以用自己家的那种火锅炉啊 或者是也可以放那种韩式烧烤用的这种铁板啊 就可以做各种丰富的食物火锅啊烧烤啊 其实都可以 它的这个用途就非常广泛 那这款炉具呢它的优点就是 它非常的性价比很高 它很实惠 那市场上有各种品牌卖这种炉具 那我这个买的 我就是在随便一个超市买的大概只要25美金 那它的缺点就是它非常的大 所以呢它的使用场景大概就是一般的car camping 就是你开车可以到的录音地 或者是一般的家庭的户外聚餐啊 以及野餐这样的使用场景进行使用 OK这是第二种普通卡式炉 下面我要介绍的是第三种 就是我最近刚刚买的这个是 Snow Peak雪峰的折叠式卡式炉 大家看它的这个折叠起来的大小是这样 等会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先把它打开 然后呢在这个位置有一个黄色的小按钮 等一下我们按住它 它里面的这个结构就松动了 可以把里面的那个支架给撑开 OK 试一下 OK 这样就打开了 我们再把它把它转到 转到 这边 OK 然后把它合上 诶 是这样的 然后这个地方把它打开 这里这里这里有一个小开关把它拉出来 然后 诶 把它打开 OK 就是这样的 下面一步呢也是要把它在里面把气罐给它按上 同样把它打开 OK 还是我们还是用刚才那个 刚才那个气罐把它从里面拿出来吧 这个气罐跟刚才那个气罐 插气罐的方法也是类似 OK 这样就顶上了 能够听到它有一个开上的声音 OK 我们来打火 稍微把它换一下位置 让我们打火试一下 OK 这个火已经打到了 这可能看不太出来啊 这个火还是很有劲儿的 OK 我们先把它关上 好 这个就是这个折叠式卡士多的使用方法 我的使用感受是 首先我们先说它的重量和体积吧 虽然它折叠之后 它的这个整个的体积比较小 但是它的重量其实并不轻 这个的重量大概是1.4千克左右 其实跟刚才我们介绍的第二款 普通的卡士多的重量是一样的 那它有一个很大的优点 就是它的颜值非常高 然后做工也很精细 因为毕竟Snowpeak是一个户外炉具的一个很好的品牌 所以它整体的这个炉子很有设计感 而且它的整个燃烧的功率 所以在刚刚介绍的三种炉具中应该也是最高的 它的使用场景呢 我觉得尽管它折叠起来 它的体积不是很大 但是因为它的重量比较重 它会增加你背包的这个重量 所以我觉得它更适合的这个使用场景 还是一般的car camping 一般的家庭户外聚餐或者是野餐 这么一种使用场景 因为它这个本身打开之后它比较大 所以配合它使用的这个锅具也可以是比较大的 那当然大家也可以用这种很小的锅具 但是如果是用这个很小的这种水壶放在上面 其实是有点大才小用了 所以我觉得它更适合还是像这种一般的car camping 然后用到一种比较大的锅具 然后可以在野外做一些很好的食品 这样一种使用场景 那这款炉具它的价格大概是118美金 OK那这三种炉具呢我就介绍完了 那综合来说 我觉得大家在选购户外炉具的时候 首先要清楚自己自己要去的地方 以及它的使用场景 如果说大家想选购一款backpacking的户外炉具 你要把它背到这个背包里 然后需要徒步走到录影地的情况下 那么我觉得应该选择这种最小的这种一体式的炉头 它的质量和体积呢可以很好的帮助你去减少你的背包的重量 去腾出更多的体积放别的东西 配合这种户外的这种水壶使用呢 它也可以很高效的在户外做出一顿很好的美食 那如果说大家想要选择的这个炉具是适合一般的car camping 你可以开车到的录影地或者是普通的户外家庭聚餐的话 我觉得我刚刚介绍的第二种和第三种其实都可以选择 那如果大家比较追求这种高品质的这种炉具 然后感觉看上去颜值非常高 然后燃烧效率也很高的话 大家可以去买snowpeak这款真的是非常的酷 那如果大家预算有限的话 其实我觉得我刚刚介绍的第二款这个 这个普通的这个普通卡式炉也已经足够了 它可以满足大多数的这种户外的需求 同时呢它也可以用在家庭中进行家庭的这个 你可以在家里做这个火锅烤肉都可以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大家不用于backpacking的话 那么这个第二个普通卡式炉它的性价比其实是最高的 OK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也有想要关于户外楼具 也有想要分享的都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 OK那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